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题目好像不像是个学术讲座 译文 不过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 因为所谓译文什么呢 译文就是散失了 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 叫意识译文 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 都是重新找回来的 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 包括毛年谱 还有毛泽东传里头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呢 原来都在这个档案当中 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当中 随着档案的这个解密 他都有个解密期嘛 大概三十年 以后这些这个情况才陆续的披露出来 那么毛泽东访苏啊 一共去过两次 其实还一共出过两次国 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 第二次是1957年11月 还是到莫斯科 其实这两次访问呢 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 第一次访苏 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 因为他去了就是为了签这个条约嘛 第二次访苏呢 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 但是从他访苏以后 这个中苏关系就 就这个江河日下 差不多一年 两年以后 中苏同盟就走向这个分裂了 那么中苏同盟的建立 和中苏同盟的分裂 和毛 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 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想 我讲的内容 大概主要 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啊 他们当中呢 有很多情况 都是反复的出现 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 第一次 毛泽东访苏 是毛泽东特别想去 这个好几年 从47年就开始 就想去莫斯科 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 第二次呢 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 毛泽东就是不答应 一直到九月份 他最后他才答应说 那好 那我去吧 就这里边就藏了很多故事 这个第一次访苏呢 毛泽东特别憋憋的 非常沉闷 心情非常不好 第二次访苏 心情好得不得了 还同样是这个 包括他睡床垫什么 第一次访苏也是 给他个软床 第二次访苏还是这样 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两次访苏呢 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的 它处在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那么我们呢 先讲第一次这个访苏 其实毛泽东呢 大概在1947年的春天 第一次提出 他想去莫斯科 但是那个时候 斯大林呢 比较担心 因为他不知道 这个中国内战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 那么他这个时候 把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去 这个消息要传出去 对苏联就非常不利 所以他就几次的 这个这个婉言拒绝了 第一次他答应了 说开始答应了 说好吧那你就来吧 当时毛非常激动 就在那个山西 一个打鼓的厂子 修建了一个检疫的机场 就等着苏联飞机来接他 后来斯大林又来个电报 说你别来了 说你这挺忙的 你还是先忙你的事 等这个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 你再来 到了48年呢 战争没有结束 但基本上48年的时候 大局已定了嘛 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 毛泽东又提出 说我要去这个莫斯科 我要向你汇报 将来中共的 这个一些方针啊 政策呀 等等 那这个时候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了 犹豫了一下 后来说行吧那你就来吧 毛泽东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买了新帽子 新大衣新皮鞋 准备了四箱的那个资料 要向斯大林汇报 结果斯大林临走了 斯大林又来一电报 哎呀 说你这个现在来不是时候啊 说我们这个政治军委员都下去收麦了去了 莫斯科没人 当时毛非常气愤 但是也没办法 斯大林不让他来嘛 他也去不了 到后来 四九年的初的时候 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冲突 一个矛盾 就关于和谈的问题 斯大林要让中共跟国民党和谈 让苏联来做中间人调停 毛泽东坚决的拒绝了 所以 两人来来往往的电报 弄得就很不愉快 最后一月十五号的时候 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 说你啊 就别来了 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 说你有什么事呢 我派人去 这样他就派着米高阳秘密地访问 这个西百坡 访问西百坡以后 中苏这个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迅速升温 因为通过西百坡的访问 斯大林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 所有的政策都跟苏联一致 都保持一致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加大了对中共的援助的力度 跟着是六月份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 秘密访苏以后呢 这个两党关系就更加密切 斯大林答应了 中共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出了个问题 出了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原来啊 这个中苏之间是有一个同盟条约 就是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那个条约 那么按照那个条约呢 是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 就通过公投啊 让外蒙古就分离出去 然后同意呢 把这个旅顺港租给这个苏联 另外就是中长铁路 由中苏共同经营 还牵扰到这个大连港的行政权啊等等 那么中国共产党马上要夺取政权了 他就苏联就面临一个问题 他很担心这个中国共产党不履行这个条约了 或者否认这个条约就很麻烦 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 那其实毛泽东呢 他心里也很清楚 他要向苏联一边倒 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这个政策 而且他要在党内 在全国人民当中呢 要宣传这一点 要确立这个政策 有一点是 他必须要迈过的一个障碍 就是1945年这个条约 他要把它否定 他要重新签一个条约 所以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谁也不好讲 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双方要合作 因为苏联要拉住中国嘛 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 那毛泽东呢 也希望这个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呢 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 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但涉及到国家利益 他确实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比如这个斯大林讲 斯大林派这个米高阳来跟毛讲 说啊 那个吕顺港呢 当时我们的租用了 这个是不公平的 这对你们是不公平的 但是当时呢 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头 所以为了革命嘛 我们就租用了 说等你们夺取了政权以后 我们就把吕顺港还给你 当时中共中央几个五大书记在这听着都愣了 吕顺港是个军港啊 说我们也没海军 你还给我们干什么 说你还是先站着 等中国有了海军以后再说 那么同时呢 毛也提出一个 这个吕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 但是外蒙古 毛想收回来啊 所以 毛跟这个米高阳讲什么 说是啊 说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嘛 我们就赞成这个外蒙古分离出去 这样建立革命根据地 但现在呢 革命成功了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 我们考虑到这个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 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 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 米高阳一听啊 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 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宣读了这个 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讲什么呀 说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 是通过公投的 这也是已经确定的事实 不容改变 他说现在呢 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 我们坚决反对 为了中国的利益 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了 一个闷过人就闷回来了 所以他们这样子 经历了一轮这个事态 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 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报告 其中有一段专门讲这个中苏关系啊 就涉及到1945年条约的问题 刘少奇报告当中说 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 我们有三个方案 第一 就是承认 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 第二 就是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 第三 是暂时继承 日后修改 那么这三点 苏共中央 这个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就看那个俄国档案上 斯大林在那个这个地方画了个大圈 然后哗一拉 这个问题 等毛泽东来了再谈 他没有跟这个刘少奇谈这件事 所以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 毛泽东考虑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要跟斯大林要解决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 到底是继承那个1945年的条约 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我想这个时候 毛泽东 他来一个干脆的 他把以前说的这些都不管了 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 说我现在有时间了 我可以去莫斯科 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讲得非常明确 因为过去这个档案没解密 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 说毛泽东主要是看病去了 治病去了 这个我看见俄国人写了 说毛泽东主要是来治病来了 他不是来谈条约 所以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 你现在档案出来 而且还不止这一封 他跟着 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 毛通过周恩来 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 说主席要访问苏联 访问的主要的目的 要谈这个签订条约的问题 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 那么马上日期就临近了 因为他们去的名义上 是给斯大林祝寿 斯大林那年七十大寿 所以他马上生日要到了 你这个到底怎么去 后来毛泽东又给他 发了一封电光 说你要是同意 签订新的条约 我和周恩来一块去 你要是不同意 我一个人去 你就告诉我 是我一个人去 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去 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 没办法 后来他就一个人去了 毛泽东那个人的性格 你知道他非常执着的 所以他见了斯大林第一面 12月16号 然而寒暄了几句 马上他就提出来 说我来之前 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 关于这个1945年的条约 我们是这样 话没说完 斯大林打住 说你来之前 苏共中央也召开了一个会议 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 不能改变 必须保留 就把毛的话给堵回去了 你看那个会谈记录 后来毛再谈就没意思了 我主要想谈的问题 你不让我说 你还是转圈扯来 扯东扯西 转了半天 扯到最后 毛总还是不甘心 说斯大林同志 这个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 你看是不是让他来的 这斯大林一想 他又来了呢 他说你让周恩来干嘛呀 反正我找他没事 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 所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 谈不下去以后 当然你看这个公开的材料 照片呀报纸啊 斯大林对毛是非常的恭敬 也非常突出 在斯大林的祝寿的会上 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 其他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后边 人家照片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 只有毛泽东跟斯大林站在一块 然后其他政治局委员 苏公中央的 对他还是非常的突出的 非常关照的 但是就是不跟着谈正事 所以毛呢非常的气愤 他就给刘少奇写了个信 他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 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 他不同意谈这个条约的问题 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 怎么办 过两天 刘少奇回电 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 说你就注寿完了 你就回来吧 就不要谈了这个事 谈也无意 再后来我就没看到毛泽东的回电 但是我知道毛泽东呢 没有按照这个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 怎么呢 他就不走了 他就待在莫斯科了 所以等到注寿完了 人家各国领导人都走了 就剩毛泽东一人了 他就待在宾馆里头也不出来 在那发脾气 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 毛泽东是不睡那个沙发床 你知道吗 他只睡那个硬板床 他就把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宾馆里头那个 那个沙发垫 拉出来 扔在地上 说 非要让我睡这个 我就是不睡 他就扔在地上 还有一个毛病 他这个不会用马桶 他上厕所必须蹲着 他不能坐着 就一个人在厕所里头发牢骚 说非让我坐在这 有什么办法 什么什么 这都是他那个警卫写的回忆写的 就一天 他也不出门了 本来给他安排的去这个列宁哥勒访问 去参观地铁 去集体农庄都不去 说头疼 就是一天到晚不出门 这个一下弄得斯大林 非常的尴尬 说这个毛泽东这人怎么这样 说人家铸绍完了都回去了 你也不回去 不回去嘛 你就是也得有点活动啊 你该参观了 该去哪你也不去 果然没几天 外电就传开了 他就谣言四起 说这个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这个中苏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分歧矛盾 现在我们查到了 这个果然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 我看了这个美国国务卿给这个美国驻 这个英国和驻这个苏联的大使的那个电报 就让他们造几个谣言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还有一个谣言什么 说毛泽东回不去了 说这个朱德和这个刘少奇发生政变 毛泽东回不了国了 到处乱造谣 这个弄得斯大林就非常被动 后来他就找了这个谁 这个王家祥 说你们能不能跟你们主席说说 他好歹出来露个面 你不能这样 就我们受不了了这个 后来他们怎么商量呢 这个现在没有材料 但是后来毛泽东呢 就发表了一个就书面的 接见这个塔斯社记者的那么一个声明 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 就是记者问说毛先生 你到莫斯科干什么来了 是吧 人家祝寿完了都走了 你不走你来干嘛 所以毛呢讲得非常明确 说我来莫斯科 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 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 什么商品贸易 什么专家等一系列问题 这是第一次把这事给挑出来 第二人就问 记者问 说那您什么时候走啊 毛答 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 那意思 你不签 你不签 我不走了 所以到十二月底的时候 这个 这个毛泽东跟斯大林呢 就僵在那儿了 两个人 那么最后谁让步了呢 还是斯大林 所以斯大林呢 一月二号晚上 让莫勒托夫去找毛泽东 说呀 这个斯大林同志同意 按照这个中国的条件 签进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说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 一脸的乌云也散去了 完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 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这个条件了 说你马上做好准备 五天以后出发 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 然后你就跟他谈判 然后毛呢 就去东宫啊 就什么地铁 看电影啊 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嘛 那么 这个周恩来是20号到达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以后 中国人不太知道 这个苏联人呢 其实很有心迹 斯大林呢 他虽然是答应签进一个新的条约 但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概从1月5号开始成立了 一个庞大的那个条约乞讨小组 跟这个谁啊 这是外交部跟这个交通部 还有几个部委联合 把所有的条约文本进行了 细致的这个起草修订修改 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 就是换了个名字 那毛呢不知道 但这里很复杂 我其实它是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这个条约 还有一个是关于 中长路旅顺长和大连长的协定 我说的那个主要是协定 因为咱们一般都用条约这个名词 实际上它是那个协定 那个协定呢 基本上维持了 1945年那个条款 但中国人不知道 毛泽东不知道 所以等到20号 周恩来到了 22号他跟斯大林 周恩来 米高阳 莫勒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 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 也没有给他们看这个具体条纹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 直到23号 苏联把这个条纹交了以后 毛一看才火了 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说你弄了个新条约 还是那 就是这个中长路 还是这个中苏共同占领 这个经营 这个旅顺长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 再还给中国 另外还没有提这个 这个这个大连长的事 所以毛就很不高兴 跟周恩来说 说你重新搞一个 那么周恩来呢 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这个条款 这个条款要求什么呢 要求第一 这个旅顺港的规环呢 不能等到对日合约 对日合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啊 所以他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1952年 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大连长 大连长的行政权立即收回 和所有苏联租界的物资 就是当时租给苏联 后来苏联又加盖了很多 什么修船的厂啊 什么一些设备 全部无偿 无偿的这个还给中国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 这个中国提出呢 立即收回中长路 而且是无偿的收回中长路 有中国长春节 26号就把这方案就给了苏联了 给了苏联以后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看到四份 就关于中国这个方案的 俄文的修改稿 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 我没带来 都是什么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看 一共四页纸的那个条文 它除了画杠杠就是叉子 探号不就问号 就没剩三行字 最后签了个字 斯大林 你看这个文件 你能看出来 斯大林就非常愤怒 但是呢 最后 这个28号 苏联把这个中国的 起草这个草案 退还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修改 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 斯大林呢 再次做出了让路 那么为什么 这里究竟是 是他 是中国人的作用 还是苏联的作用 斯大林为什么 就是做出了 实质性的让步 我想 我看到的材料 两个原因 主要的 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苏联 是美国人 在这里起了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 到了莫斯科以后 当时这个非常轰动 因为中国刚建国 你这个 中国元首就去了 莫斯科 而且一呆就呆了 一两个月不回来了 在那干嘛呢 美国人就开始 琢磨这事 因为美国 对中国的 这个政策 一直摇摆不定 从内战打起来以后 这个美国人就 在犹豫 到底是 支持不支持 这个国民党政府 一派说应该支持 但是另一派说 不能支持 国民党那么很腐败 你支持他干什么 看看将来的这个结果 所以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 他们确定了一个方针 就在 叫什么 叫等待尘埃落定 就等这个 尘土都落下 咱们看清楚以后 再决定 到底是支持谁 那么到了 1949年的12月 尘埃已经落定 国民政府 签到台湾去了 中华人民国 政府成立了 而且毛泽东 到了莫斯科了 所以美国人 就面临一个选择 就你现在 你现在必须得表态 到底你是承认新的政府 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 保持这种外交关系 12月29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召开了一次 政策研讨会 双方 不同的意见 激烈的争论 军方 就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系会议 坚决要支持蒋介石 说这个整个内战当中 我们是一退再退 一让再让 说共产党打到哪 我们就从哪撤退 共产党打到天津 美国海军陆战队 从天津撤 打到青岛 青岛海军基地撤 打到上海 上海撤 说我们再撤 就没地方撤了 现在就剩台湾了 我们如果把台湾 再给了中共 那整个美国在远东的 这个防御线 就会受到威胁 所以现在 国家必须明确地表示 要支持蒋介石 不能再给中国共产党 这个可乘之机 这是军方的主要的观点 但国务院不同意 这个爱情信要讲 说你们呀 这个看法 都是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 他说我们应该 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什么叫政治 他说政治 首先你要分清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他说中国共产党 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真正的敌人 是苏联人 如果美国 把他的精力 钱财啊 什么都耗费 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而放弃了 你的主要的敌人 那我们在战略上 就失策了 所以他说 美国的应该采取的政策 什么呢 是亲近中共 分裂中苏 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 这样我们就 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 他说那怎么才能 亲近中共 他说很容易吧 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 你把台湾让给中共 他毕竟感激你 不是中共现在要解放台湾吗 你杠着 你说你来了 我们绝对不管 这样子 毛泽东 他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 这样在战略利益上 美国就 就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取舍 这个杜鲁门一听说 对 说你这个 这个还是 爱奇逊这招高 就这么着了 所以三日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起草了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时候 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了 这个中美之间 又没有这个信息渠道 他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 知道这个 你知道原来还有个司徒雷登 在南京的时候 后来也是毛泽东 别了司徒雷登 也给弄走了 他双方没有渠道 这杜鲁门着急了 说得了 我自己亲自上阵 1月5号发表公开讲演 就说给中国人听的 说什么 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 那是中国的内战 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不你中国共产党你要打 你就尽管打 你解放台湾尽管解放 这个杜鲁门讲完了 没听到什么反应 这个爱情信有点着急 说不行 看来你这个传递的信息 还不够强烈 12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 哇 那就长了 讲了半天讲的什么内容呢 讲的都是啊 说中美之间啊 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 怎么美国对中国多好 就是 什么什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什么美国也没参与 什么美国在中国 也没有这个租借地 对不对 你哪个列强欺负中国 都都有租借地 没有美国 你看看有美国的租借地 没有 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 说中国同胞 说你们想想 你们外蒙古是谁给分出去的呀 东北150万平方公里 土地哪儿去了 挑拨离间嘛就是 所以 这个斯大林看完以后 非常生气 立刻把毛泽东叫来 说那个爱奇迅那个讲话 你看没看 毛泽东我还没来去看 你看我都给你翻译好了 你赶快看 太坏了这人 说咱们立刻要发表声明 要反驳他 但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 到底 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愿意 因为他们说好了 要用这个政府的名义 发表声明 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 因为他回来以后 他在路上问了一下那个谁 那个莫洛托夫 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 要以这个政府的名义 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 莫洛托夫说 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 发表一个声明 毛泽东 这样 回去 他就给胡乔木写了封信 说你就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 发表声明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也不太清楚 诗哲回忆是说 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 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 证明其实他非常明白 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 人家告诉他 说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 他特意嘱咐胡乔木 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 所以斯大林非常生气 说你毛泽东你怎么玩我 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 不是代表政府的吗 说你这破坏我们的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为什么这样 我也说不大清楚 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材料 总而言之 他们都是不大愉快的 在这些问题上 但不管怎么样 中国也是这样表示了意见 所以这个事呢 就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让毛泽东 空手而回 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 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 那么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 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斯大林让步 他得有个台阶下 他就原来两边真这么厉害 你就这么就同意了 就这个时候就显示出 周恩来的智慧 周恩来是非常聪明 他28号的时候 他就找斯大林 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 这个谈个问题 斯大林说谈什么问题 我谈个外蒙古的问题 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 说你们毛泽东说以后 中国共产党不提外蒙古的问题吗 你怎么又提这事了 他说不是啊 说斯大林同志 您想想 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 那么外蒙古独立呢 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那么一个结果 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嘛 公投以后 隔了一年 他宣布独立了 那么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 那么外蒙古独立 是不是就失去了法律依据啊 斯大林想 是啊 真是这么回事 说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了新政府啊 发表一个声明 承认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说 这很好嘛 就承认外蒙古独立很好 说那我起草了一个声明 您看看 斯大林一看 哦明白 这周恩来太狡猾 他呀声明这么写的 他说中苏经过谈判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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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个原来那个中苏条约的那一个 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正本 然后呢 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应 这两个附件 第一个就是中国关于中长路 旅顺港和大连港的那个协定 第二个就是关于外蒙古的这个声明 这个意思当然就很清楚了是吧 你要同意呢 你就一块都同意 要不同意拉倒我们就达到恢复 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就就这样 这样子就二月十四号中苏同胸条约就签定 毛泽东也就这个回国了 这个大体上这个就是 当然后边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啊 因为我讲到这你可能就会 有这个疑问 就是其实反过来就毛泽东走的时候 该其实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原来开始他他冷漠 他不搭理他 想让他让他自己只没去就走了 最后他不一次让步不行 两次让步 最后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这从斯大林来讲 这个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对手 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斯大林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后来对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的研究呢 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 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朝鲜战争 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 1月30号 就是1月28号 他把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 两天他给金日成写了封信 因为金日成想想发动朝鲜战争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从四六年开始他就有这想法 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 包括四九年 这不四八年底 不是那个那个苏联红军都都撤走了吗 四九年三月份 金日成到了莫斯科 去找到这个斯大林 私下里就跟他谈 说我要统一 如果和平统一不能成功 无法成功 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 斯大林说不行 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 你才可以反击 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四九年的六月份 美国兵也撤了 美国军队是四九年六月全部撤离了朝鲜半岛 然后七月份 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 先发制人的一个进攻计划 交给苏联大使 然后转到莫斯科 后来四五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 答复也是不行 你不能再朝鲜采取武力的行动 来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 国家统一不行 你还是和平动一 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了 在四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 当时毛讲了说 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就这条道路 说你这做得很对 但是你这个不能着急 我还没统一呢 你等我统一完了 我把部队调到北方 帮着你统一 打南朝鲜 很简单 回去吧 等到十月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金城就着急了 又给毛泽东发一电报 说你说的 你统一完了 你帮着我统一 你看你先在天门城楼子上 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说我这还不行呢 这个毛呢就很难办 因为你知道 中华人民原来毛 不想那么快的 宣布这个新中国成立 是苏联一个劲 在你催了好几次 说你已经整个大陆 你就半壁江山都拿下来了 你赶快成立政府 你老不成立政府 我们很难办 因为原来苏联是跟国民政府 有外交关系的 他现在人家国民政府 也没宣布垮台 你这新政府就不成立 他说你让我怎么办 我是继续跟他 国民政府发展关系 还是我应该跟你们 说你得赶快成立 毛那会儿呢就不着急 说这招这么急 你这不着急 等等 后来没办法 这苏联催了几次 后来就提前到 10月1号成立 但实际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整个西南 还都没有 共产党都没控制 就别说西藏台湾 所以毛呢就 没法答应他这个要求 可是他也不好意思 再跟金城说 他就找斯大林去了 他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 说呀金城又来电报 又说这个 他那个要打南朝鲜的事 他说我这不知道 怎么跟他说 11月5号 斯大林给他电报 回了个电报 说关于这个朝鲜的问题 我和你的立场 是完全一致的 金城这个还很年轻 不大懂事 说这个工作我来做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们看那个电报啊 来来往往的 就是莫斯科跟平壤的电报 一直到12月底 苏联都是反对 金城在这个朝鲜半岛 采取武装行动 那么突然的 也就是一个月 就是到了1月底 他给了一个电报 给这个苏联大使 说这个斯提科夫 请转告金城 我同意他的计划 但这件事要做得 非常的这个缜密 不能冒任何风险 你让金城到莫斯科来 我亲自跟他谈 后来第二天 第三天2月1号 他又跟了个电报 说昨天说的那个事 非常秘密 不得告诉任何人 阔湖包括中国人 说另外金城现在不要来 毛泽东还没走呢 还在这儿 说你等毛走了以后 你再来 所以后来这个 2月17号毛走了 隔了一个多月 这个4月初金城倒 然后他们就杀了 后来就打的那个朝鲜战争 所以这个事呢 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 当然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因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使得苏联呢 整个在远东的这个战略基地就不复存在 什么战略基地 就是出海口和不动港 因为从沙皇俄国开始 苏联在亚洲地区 在远东地区 其实就是要为了争取这个出海口和不动港 他修这个中长路也好 是这个租用旅胜港也好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中苏同盟条约一签订 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欲就没了 他只有依靠中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方针 就是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那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这段 毛泽东这段 访苏的情况来看 当然就是 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 尽管他 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的让步 但是斯大林 决定发动朝鲜战争 就是对他的报复 就是对中国的报复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 当然后来 这个简单说一句 跟这个访苏没关系了 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 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 就大家都反对 就他一定要出兵 主要就是为了挽救这个中苏同盟条约 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 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 他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的 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 所以能够挽回这个中苏关系 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 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事实证明后来也是达到这个目的 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斯大林去世了以后 从54年的10月份 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 到47年底 就是 不 这个57年底 就是5556573年的时间 中苏两党的地位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 赛鲁在世的时候 那苏联是当然的这个领导人老大哥 不可动摇的 但是这个赛鲁死了以后 特别是苏联经历了这个 宫廷内部的这个斗争 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 很曲折的了 是吧 再经历了 苏共二十大波凶事件 和1957年6月的反党集团事件 经过这三件事 这个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中国共产党影响力急剧上升 三件事非常明显 苏共二十大批这个斯大林 毛泽东说 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 这个捅了篓子 说得一点都不错 说批斯大林是对的 应该批 你不批斯大林 你怎么要执行这个新方针呢 这不可能的 但是你这个批 批法不行 第一不和我商量 你没有跟我们商量 你自己就想批 这不行 第二你这个事先 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 突然就 斯大林从一个神 夸插一下变成一罪犯 谁接受得了 谁都接受不了 所以你知道当时在苏联党内 造成了多大的混乱 你看那个 克鲁晓夫做那个秘密报告的时候 当场那个会议大厅里头鸦雀无声 报告没做完 两个人当场休克 那个波兰共产党总司局贝鲁特 心脏病复发 就死在莫斯科了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苏联党内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东欧各国 包括中国 整个思想混乱 一片混乱 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 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 就论无产纪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 这个思想情绪 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想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 苏共中央就印了20万册 全党学习 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 印了100万册 你想原来都是 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 现在是苏联共产党 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 它这个地位是不是发生变化 而且到1957年的时候 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 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没读过门都没有 没考试资格 你现在你看咱们外交部 当然这份材料非常多 说那个时候啊 这个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嘛 斯大林一批斯大林以后 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 最后双方争论不下去的时候 就一句话结束 就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 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 这个中共的地位这个提高 再一个就是波凶事件 波凶事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呀 实质问题就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了 他请中国来帮助处理 49年的时候 斯大林和刘少奇 他们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 曾经有个君子协定 什么呢 说完以后啊 这个苏联呢 共产党管欧洲革命 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 说亚洲革命以后就都你们管 我们就不管了 欧洲的事我们来管 毛当然很高兴 是吧 好歹也管这十几个共产党的吧 后来真的是 你像越南 我看到1955年的时候 越南这个给苏联写信 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 给我们 就是原来这个 苏联给越南的援助都是通过中国 包括派专家呀什么 他不派 他就是要求转给中国 都要中国负责 他想直接跟这个苏联 发生直接的这种经济联系 苏联都拒绝 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 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五六年 就出了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欧洲的事你管不了啊 那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 薛亚利出事你管得了 管不了啊 赫鲁晓夫又没经验 这个这个办事又莽撞 没办 主要请这个中国共产党 所以波兽事件的时候 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啊 当然刘少奇也得打电话 老得请示茅啊 他什么事他也定不了 他得请示茅 57年一月份 波兽事件过去了 这个东欧的反弹 情绪非常大 赫鲁晓夫也是没办法 他就制不住这个 就求毛泽东啊 说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 哎 毛泽东回来 就不用我去了 我们周恩来去就能解决问题 把周恩来给派去了 周恩来就是穿梭外交啊 一会儿不达佩斯 一会儿划沙 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 最后都给平息了 哎 后来这个赫鲁晓夫非常佩服 哎呀 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 这事没过去不到半年 苏联发生宫廷政变 就是因为赫鲁晓夫 把那些人打下去 他提拔了好多年轻的干部 就中央委员 就直接威胁到 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地位 像卡康诺维奇啊 莫洛托夫啊 马林科夫啊等等这些人 而且他们呢 在这个就是方针政策上 跟赫鲁晓夫也有些分歧 他们是比较趋于保守 赫鲁晓夫呢 老是想改革呀 改变这改变那了 发生了这个分歧 因为到这个八月份呢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一改选 这个赫鲁晓夫的人全杀了 就把他们都弄下去 所以这个七月份 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的会议上 他们叫主席团会议啊 其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局会议 突然宣布 说这个罢免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都懵了 因为赫鲁晓夫进来 本来这位子是总书记坐的嘛 说不是嘉宁坐在那儿 赫鲁晓夫说 你怎么坐这儿了 这是我的位子呀 你先坐这儿 坐下以后 马上去宣布 今天会议的议程 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 当时就傻了赫鲁晓夫 人都串通好了几个人 就开始数了他这 所以赫鲁晓夫这人呢 他有小聪明 你不是罢免我的 你得容我检讨 我有错 我要求检查 你不能不让他发言 好 他检查 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 没完没了下班了没完 说我明天接着检查 人也没办法说那你就明天接着 好 半夜他给诸葛夫打一电话 国防部长 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 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来 第二天清晨这政治局正开会呢 哇 二百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包围了 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说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 你政治局没这权力 诸葛夫往克里姆林宫包围门口一站 说我看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出去 没办法 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那么一召开中央全会 就这些元旺就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 就出了个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 第二天啪 就公布了 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一样 在社会主义阵营 就所有国家他都不能理解 你像莫洛托夫那是跟列宁一块 参加十月革命起来的 最早的一批中央委员 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呢 马林科夫那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啊 然后斯大林去世以后 他的这个名义上的接班人 后来是被赫罗绪弘玩点阴谋给弄下来了 怎么都成了反党集团 所以谁都不能理解 过去的做法是什么呢 过去做法是苏联只要是一登报一件事 第二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 但这次就不一样了 苏联啪 登了报 苏联揭露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 什么事 第二天都没反应各报 大概也就是保加利亚 是谁跟着保加利亚 还有那个基督斯罗法克等待会跟着 其他国家都没登 干啥 他等着中国 说中国不说话 我们也不能说话 这赫罗绪弘一看这事麻烦了 马上派米高阳说 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 你请毛泽东无论如何 你登报支持一下 他不支持别人都 这整个事物主义阶营就乱了 然后这个谁 米高阳就来了 那毛还没再给一个 坐着飞机 又去到杭州去见毛 谈得非常好 谈了八个小时 谈完了毛说 可以 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 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江里头 这米高阳说 这个毛 您不能光这么说一下 您得 这个 得见报 说要不然我们这受不了 这个 毛跟六少许讲 好 通知明天见报 米高阳非常高兴 坐飞机回去 你看那个 阎明复写那个 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 去杭州 说米高阳在飞机上说 因为那天 他不是连夜回去吗 连夜飞机 飞机晃得 那个天气不好 说米高阳说 哎 说我总算完成任务 就算飞机摔下来 我也认了 我说 你不是 您摔我才二多岁啊 你摔就没事 但是他反应 确实当时苏联人心里头是 非常的这个 这个兴奋 所以回去以后 我看苏共中央那个 主义团会议记录讲 说米高阳同志 访华 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果 我们得到了中共的支持 果然 中共一登报 其他各 各党都跟着登报 这事就 这风波就算过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的 这个地位 中共的地位 在57年的时候 已经是 这个 这个 这个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 发生了这么多事 这个 这个 很需要 共产党要开一个大会 来进行一下总结 那么这个问题呢 说来很复杂了 我们前面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事 来了跟那个 共产党情报局什么 都有关系 不讲了 他主要就是 赫鲁晓夫呢 就很想利用 11月7号 这个 这个 十月革命节的时候 不是各国共产党 都去莫斯科吗 然后 开一个 世界共产党 这个领导人大会 来统一思想 那么在这个 会议 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呢 赫鲁晓夫就 几次的 让苏联大使 或者这个派人来 想听这个 毛泽东 去不去 这个会 因为如果 这次率团 要不是毛泽东的话 他会觉得 这个会开起来 就没意思了 就没法开了 几次 问 毛泽东 一直没有答复 开始说 看情况吧 又说 这个 11月天太冷了 说我怕感冒 不去 这赫鲁晓夫就 非常担心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这个 这个 九月份 九月份发生了个什么事 我不知道这俩 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 很可能是有直接联系 就是 苏联答应 向中国提供 原子弹的技术 因为原来啊 苏联一直不同意 从赛鲁开始 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 赛鲁学要式的 给他看了 看了个网店 后来第二次 毛去的时候 毛就说 说这个原子弹 看来非常厉害 那赛鲁说 你知道厉害 看个电影吧 也是看得上电影 所以回来 这个 毛在路 这个火车上就讲 说这个原子弹 这个太厉害 我们一定得搞 后来派人联系 苏联就捂着盖着 这个不能看 那个不能看 赫鲁晓夫改了 改了 但是也只是给中国的 这个 和平的 利用原子能的 援助技术 那么一直到 九月份 赫鲁晓夫突然的通知 中国 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 来谈这个 谈这个问题 就那个时候 中国提了好几次 苏联都是挽源拒绝 也可能 毛一下高兴 行 那我就去吧 赫鲁晓夫一听说 毛来啊 非常兴奋 就开始做精心的准备 我看那个 你看外交部大案馆 有这么来来往我的电报 讲什么呢 说原来苏联设计好了 说在这个 莫斯科的机场 要 毛要发表这个 这个机场讲演 然后就 夹到欢迎 从机场 一直到克里姆林宫 后来毛去电报 说不行 这个你们那天太冷 我坐不了敞篷车 机场 讲演就免了 我坐车直接去住处 后来苏联就 双方就商量 最后苏联就被改了 包括毛泽东到那个 伊尔库斯克 他是那会儿飞机 他不能一下子飞到莫斯科 他得加油中间 到伊尔库斯克 人家就到这个 国境来接来 毛飞机都不下 说外头天老 我就不下去了 你们谁要看我上来吧 哦 人家全上登了飞机上来 问候完了 加了又此 这个 这个是 就我们 他第一次 那个不是 访问那个 这个这个 莫斯科的时候 就是有些生活细节 都没有搞好 毛泽东很不高兴 这次这个 和鲁晓夫特别注意 专门的请这个 汪东兴 打前站去了一趟 什么说 和鲁晓夫 我知道主席叛老 这个 所以所有的 这个共产党领导人 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 因为列宁山 是一片别墅区 都在那 每个代表团都有 中国代表团也有 但只有主席 我给安排在 克里姆明宫 沙皇的请宫啊 这个 他到会场就不用 经过露天的时候 有个走廊 直接就通到会场去了 免得主席感冒 带着他参观 这个 王东兴讲说 这个 和鲁晓夫同志啊 说你得把这个 沙发床给换了 说主席他不睡沙发床 这个和鲁晓夫说 说莫斯科都是沙发床 怎么办 不行 他主席就睡木板床 赶快赶制一个木板床 然后又转了一个厕所 厕所也不行了 说主席不会用这马桶啊 你得改成敦坑 这和鲁晓夫说 我们没见过敦坑啊 就 后来我问那个 那个那个谁 呃 而且是非常特殊 你看 莫斯科会议 所有人的这个发言 都要提前 这个交交稿 按照这个苏联的开会议的程序 你得提前交这个俄文稿 为什么呢 你发完言 当天晚上 莫斯科电台就广播 第二天就见报 只有毛泽东 都是继续发言 他没搞 而且一口湖南话 哎呦 很难听 呃 不是说那个难听 就是很难听懂 啊 我是看的那个 当时一个 一个 苏联的秘书的 回忆录 他讲 他说我们最头疼的 就是毛主席讲话 啊 他又没搞的 当时当时就信口开合 就那么讲 这边就寄了 马上翻译 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 第二天要见报 又怕出错 而且毛经常是什么 他开会 人家都在台上 毛这个讲话 他就坐在后边 说今天我这腿 不太好 我就不上去了 大家都得回头看他 很多 就这种细节 他 就毛这次仿苏啊 那确实是 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包括对这个政治文件的准备 苏联几次也是几次来找 找中共 毛当时几次也是说 不着急 这个会议推迟开 什么 最后毛讲 说这个会议要先搞好文件 搞好文件 要这个大家都能通得过 说你们去准备吧 苏共就准备文件 准备完了以后 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 让毛看 同意不同意 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了 说你们先拿去改改 改完了 我看他召见那个 这个苏联大使 那个记录 也讲得很有意思 说文件起草的还不错 总的来讲 没有大问题 就是太长了 砍掉一半 这个完了再增加几条 他给了一些 回去改下吧 虽然表面上 还是苏联 当时是提的 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 但实际上 苏联人办什么事 都得听毛的 毛要不发话 何鲁晓夫什么事 也办不成 包括你看 他到了莫斯科以后 当时处理跟 南斯拉夫的关系 这个也比较复杂的一个事 因为知道 55年 这个苏南是和解了 但是 剥修事件以后 这个苏联出兵以后 纳吉不就是躲到 那个南斯拉夫使馆去了吗 躲南斯拉夫使馆以后 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了吗 抓一个苏联就找铁拓 说你要让他出来 铁拓说 那你得保证 不能伤害他 说要不然我的 这个微信就没了 他说苏联说 我们保证 给他送到第三国 保证 这个不伤害 结果 纳吉他们一帮人 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 苏联 踏个车里 给 劫走了 所以铁拓非常气愤 说你是苏联人 说话不说话 然后他给赫鲁拓夫就拜了 拜以后 莫斯科会议他就不来 赫鲁拓夫就非常生气 这个毛泽东出面 来安抚这个南斯拉夫 当时卡德尔跟那个德尔达斯 去了 来安抚他 还有波兰人 因为波兽事件以后 波兰哥们卡也很不满 对苏联 也是毛出面做工作 所以 这个赫鲁拓夫很多事情 他 他解决不了了 已经 就得靠 这个中国共产党 靠毛泽东出面解决 所以 在整个这个会议 你看 整个开会的 前前后后 这赫鲁拓夫就跟个 跟班的似的 就跟着毛泽东到处跑 这个 整个 表面上这个会议 当然在莫斯科台 苏联是主人 其实我看这背后的导演 就是毛泽东 就整个 所以他有一个 有一个现象 大家很不理解 什么呢 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 坚持一个口号 叫做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因为在此之前 苏联人曾经跟中国商量 说以后不要再提这口号了 说我们现在也没法为首了 说这个中国不同意 后来苏联说 要不然这么着 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也不同意 说不行 就是以苏联为首 这赫鲁拓夫说 这样不妥 我们现在也没这能力 领导 说这个 毛说不不不 就这样 结果把这个口号 提出来以后 别人也不接受 像哥摩尔卡也不接受 说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 毛就给他解释 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 其实毛讲的是一个 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呢 谁为首 谁要负责的 就你提出 你谁为首 谁就要负责 有什么事你得找他呀 第二 谁为首 谁有实力 谁才能为首啊 就毛讲了 说美国人不怕我们 怕苏联 因为苏联有原子弹 再一个 这个给各国援助 他要以我为首 都得我援助 还是苏联为首 苏联有钱 让他援助 讲了半天 我看 他背后的意思就是 所以他讲啊 同志们都说 以这个中国和苏联为首 中国是不能为首的 为什么呢 说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 是个人口大国 但是在经济上还是这个 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嘛 所以他中国不能为首 但是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 说这个 以苏联为首 是以苏联为首 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 叫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个庄 你赫苏小夫这个红花再好 也得靠我的绿叶扶植啊 所以实际上 你看这个整个会议 前前后后的情况 我给我产生了 这么一种感觉 毛泽东啊 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 但是呢 他要垂帘听证 就什么事 你先在外边支援着 你负责 但是最后决定全是我 实际上也是这样 到57年底之前 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 这么一种关系 就是这个 包括毛和赫苏小夫本人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共产党 那么 这次这个毛泽东访苏呢 实际上 他是起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个方面 你可以刚才我讲的这些 你可以感觉出来 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的 一个最高峰 他提前一个月嘛 中苏签订的那个 就是 国防新决定 就是向中国提供 那个原子 核武器的那个协定 然后再加上 莫斯科宣言 就算中苏的 政治上的合作 所以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呢 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 就是他们的政策 开始发生分歧了 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呀 是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 就是整个国际局势大好 国际形势非常好 社会主义阵营 什么蒸蒸日上官 你知道那会儿 天天报纸上登的就是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什么东方 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是蓄日东升 什么西方 是什么日博西山 什么气息炎炎 全这个 那会儿真是 你想 苏联是1958年 人造卫星上天 那会儿美国还没有 连着帮帮放两颗 人造卫星 然后跟着核潜艇下水 核动力潜艇下水 美国也没有 所以当时啊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非常兴奋 都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那么这么好的形势 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 中速就开始发生分歧了 赫鲁晓夫认为呀 说既然我们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 我们就更应该坚持 和平共处的原则 我们不需要通过战争 就可以战胜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嘛 你看我们发展这么快 对不对 我们能显示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靠力量 就能够战胜它 而且在谈判桌上 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 和平过渡 和平共处的 和平竞赛 这个外交方针 但毛泽东的想法 恰恰相反 毛说什么 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 我们还跟他谈什么呀 打就完了吗 你把帝国主义 说敌人 什么 扫子不道 敌人不打是不倒的 扫子不道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说必须要打 通过革命的手段 通过武装 打败 还谈什么 你既然力量这么强大 你贪什么 所以什么什么 绞索政策 都是在这么一个 观念下提出来的 说最这个不得了 不就是核战争吗 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死人多点吗 全世界27亿人 死一半还剩一半呢 说中国我们6亿人呢 死一半还剩3亿 我怕谁呢 哇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 鸦雀无声 很多人都没听懂 说这个王主席怎么了 这是 死3亿人不算什么 下来你看他们那个 喝茶的时候 都议论纷纷 说今天 这个毛泽东讲什么呢 那个捷克斯罗伐克 那个总书记 闹提尼 拿着咖啡直哆嗦 说中国6亿人 说我们才2000万呢 都不理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毛的这次发言 他这 我说的这是 11月18号那次 继续演说 就关于核武器 这个吓倒了一片人 后来很多东欧国家 不再跟着中国走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政策 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 太具战斗性 而东欧的很多国家 他也不愿意打仗 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这是一方面 就是政策上的 方针上的分歧 还一方面就是 毛泽东明显地干预 这个别国的党内事务 这个是原来 中共坚决反对 反对苏联的大国杀本主义 反对苏联的老子党 实际上57年 毛泽东最典型地体现出来 他是领导人了 这个给你举个例子 原来他不是让苏联人 写那个报告吗 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了 说莫斯科宣言那里 他有这么一段话 就讲这个 莫洛托夫反党集团 怎么怎么前前后后 怎么会是战胜了 什么什么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 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 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 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 特别是不要再批评 这个那些老同志了 什么什么 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 这都就没了 十八号 这个毛泽东讲话 讲着讲着突然来一段 同志们 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 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 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 就开始讲 穆罗托夫 马林科夫 什么什么什么 就他讲起来了 假如说 当然他讲 他讲的是什么呢 说我们是支持 赫鲁晓夫同志的 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 说你看我们 那王民反党 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 他说这话 他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原来米高扬 7月5号到杭州找他的时候 他开始的意见 中国的意见是 不要把这些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但是呢 米高扬说 我们已经开除了 就没法变了 后来主席 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 那就这样吧 所以他在这个会上 又重提 说中国保留了 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这苏联人非常反感 说你这个 你不能这样 你不让我们讲 你自你到会上来讲 我们不能讲 我们党内的事 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 成何体的 所以 毛泽东话没讲完 米高扬 突然一下就站起来了 直视 他就在那个会上 直视毛泽东 瞪了他一分钟 全场就这么看 完了一牛脸 他就在那个走廊 就是来回在这走 他也不回到座了去 这个时候 那个卡德尔写了张纸条 给这个 给他们这个 就是南斯拉夫代表团的 另外一个 他纸条写了什么 说你看 中苏两党 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 卡德尔这个话 说得很对 看得很准 因为这个事 它不仅 它不 不是简单的 是关于这个 团结的问题也好 还是这个 反党集团的事情 说不说的问题 而是 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 来随意地评判 另一个党内的事 而事先 你又让这个党 说你这个事 你不要讲了 什么意思 就只有我来讲 所以苏联人呢 非常不满 这样也就 也造成了中苏两党 这个特别是领导人之间 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 虽然 这个 表面上都是非常好 后来毛泽东也非常高兴 会也开得也非常好 后来坐飞机也回来 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 毛也是非常满意 除了个别的问题 就是关于和平过渡 搞了个备忘录以外 其他的他觉得 都是非常满意 但是在这个背后 就掩盖着 隐藏着中苏之间 一种内在的分歧 特别是中苏两党 这个地位 发生变化以后 就直接威胁到这个同盟 还是否能够存在下去 除非 说苏联认 说原来我老大 你老二 现在你当老大 我认我当老二 那这个同盟还能存在下去 但是到了58年以后 苏联也膨胀了 那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 这个农业连续三年 农业丰收 再加上这个人造卫星 核潜艇 那苏联那会儿不得了 加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 这么着中苏两党就必有一周 所以从莫斯科会议以后 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 好了 这就是大概我讲 这两次毛泽东访苏的 大体上的过程 还有这个结果 所以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 第一次访苏呢 就是为了结成这个中苏同盟 后来也签订了条约 第二次访苏呢 实际上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 一个起点 我就讲到这儿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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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